我觉得是因为对音乐有着不一样的热爱 才让我能够坚持一路走来 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以前也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用一首作品来形容 钢琴在你的人生当中的一个意义 可能我会选择幻想记性曲肖邦的作品 因为那时候可能你会觉得 它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幻想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那现在我觉得随着自己的年龄不断地增长 然后阅历不断地增长 慢慢沉淀下来 你可能会选择西洋肖谷 也是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作品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希望你的这条路可以一直走下去 因为你像《香肖谷》这首作品 我会去模仿出各种各样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 所以就像我们中国文化一样 意境深远而且博大精深 会让你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如果要让我选择的话 我特别希望能够做一个中国文化的推广大使 是因为在我第一次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 那一刻那个高光时刻 永远是属于一个中国女孩的一个永远的一个记忆 但是从那开始 我立志每一场音乐会都要有一到两首的中国作品 就是因为你发现通过一场又一场的音乐会 外国人可能他更多地了解我们的音乐 还是非常少的 可能更多地就会了解这个黄河呀 茉莉花呀 但是我们有太多好听的作品 不为人知 如果你要想表现一个战争的场面 柴克夫斯基的作品 一八一二续曲 可能需要近百人的乐队才可以表现出来 就是乐团的这个成员才可以表现出来 但是呢 中国的音乐呢 一个琵琶 十面埋伏 足矣了 这个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那今年的央视的元宵的戏曲晚会 我非常有幸能够受邀参加 而且有了一个全新的大胆的尝试 就是在春江花月夜的这首作品的基础上 我们融入了格里格的钢琴协奏曲的片段 那么有四种不同的戏曲形式 里面有黄梅戏 然后有乐剧 有河北邦子 还有这个金剧 就是你会觉得各种各样中国传统的这些艺术形态 其实融合起来都会给人全新的这样的感受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那未来我也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跨界的这种尝试 也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中国的钢琴家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 把更多更好听的中国作品带向全世界 到现在为止 我们总会说很多人愿意去听流行音乐 或者是愿意去听演唱会 可能对古典音乐的这个受众群体 觉得还是很小众的 但是你回过头来去想 不管是莫扎特那个年代 还是贝多芬那个年代 其实他们创作出来的音乐 在那个年代是现代音乐 或者是属于当代的音乐 那跟我们也是一样的 所以作为我来说 我希望不光是演奏我们很多传统的 非常经典的中国作品 更多的也希望去尝试一些 现代派的中国的曲目 同时还有一些跨界的合作 你比如说可以和流行音乐 可以和爵士 甚至可以和更多的中国的这种 不同的艺术形态融合到一起 我觉得作为一个钢琴演奏家来讲 尤其是中国的钢琴演奏家 要想推广我们中国的文化 还有另外一个使命 就是做好教育 你不光是只属于舞台 音乐对于你来讲 它的独特的这种魅力 都是可以放在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们感受到的 包括中国音乐的这种尝试和演奏 包括现在有更多的比赛 会有中国音乐这个作品组 中国作品组 我觉得就是慢慢的会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中国音乐 对于我们的意义 也希望所有学琴的孩子们 一起去感受 这88个黑白的琴剑 能够演绎出 只属于你们自己的 彩色的音乐人生